今次要介紹的隱祺珠島 它很威脆的 因為它是UNESCO世界地質公園 分帶小孩的那裡有四個大島 包配有島後島、西芝島、中芝島和枝富里島 西芝島有條很棒的行山路線 我們一起走吧 好多錢 真的很難賤 這一輪的方向指示牌 倒進來 聽導遊小姐說 因為有馬或牛 咬皮骨的時候咬皮骨 就倒了 它們的風雕 是有心的 就要撒冷 就要撒冷 是地下廊 是地下廊 全出廊 子孫魷魚過來海灣 這座神社在海灣旁邊 所以也有很多魷魚圖案在神社裏 膠質儀式 好重啊 哇!好大隻是真的 非常推薦大家坐這條遊覽船 去欣賞一下特別的火山地形 還有千萬不要坐過身後 這個可以欣賞直揚的絕景 楊楠竹台 很厲害的樹夫不定 不定會開來開去 令到大家可以拍到 這個點像到人的瞬間 我在這個位置感受到 水是會淺過來的 南京的滝是一種百名滝 水也一樣 日本百名水 雪麗 涼 水也會揚開心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風景這麼美 帶大家去知夫利島見證一下 也沒有空間,也沒有空間 但是小小的店舖 也可能會有新的島人和出遇 如果想要慢慢的,想要慢慢的 在這島上來,也可能會忘記了 好高啊! 你看那邊! 這部紅色的牆就是真正的石壁 因為隱奇豬島非常出名的貝類 所以可以利用這個蠔的殼去做裝飾品 Cfinale,最珍惜的作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